運動方式擁拉筋 柔軟操 太極拳 瑜伽 拜佛 爬山 爬樓 伏地體身 俯卧身等 以能緩和持久色心為首選 不宜劇烈 並可選幾樣 使全身均衡運動到 室外運動以避免太冷或太熱 好 選運動也很重要 比如說一般患者如果腿痛的 我都會叫他去做什麼運動 爬樓 這是我固定講的 也就是你腿以下有痛的 爬樓 怎麼爬呢 一步兩階 不能一階一階爬 爬樓梯的作用主要是為了什麼 拉筋 拉哪裡的筋 拉臀部的筋 因為腿痛都是由屁股引起的 所以爬樓 如果你這樣爬 一格一格爬 有沒有拉到屁股 有 但很少 兩格 有沒有 這裡有沒有拉 更拉到 有 所以有些患者像 我就急我們副執行長 他拉了 他開始來我 你看那個影片 我稍微揉他就很痛 他屁股真的有痛點 然後他就一步兩階 最後覺得好的速度還太慢了 他變成一步三階 哇 可猛了 爬一段時間我也問他 他就改善了 所以試爬樓的作用是怎麼樣 拉筋 所以為什麼要一步兩階 是他臀部的筋 那不是要求他速度很快 剛開始不要求速度的 是要求拉筋的 好 那如果手麻 或是乳癌患者 肺癌患者 諸如此類 在上半身的 那應該做什麼運動 浮力挺身 不握撐 拉單槓 擴胸運動 這些都可以 我自己也是這樣做 我膝蓋痛 我就去爬山 一步兩階 爬一爬就好了 我也難 我也不會去要求我志工 來幫我揉屁股 也不會這樣 那我手麻 試驗那時候 就是開始病了之後 手麻得很嚴重 那我麻了怎麼辦 我也知道揉一揉 溫膚會慢慢改善 但我選擇運動 我怎麼運動 浮力挺身 我剛開始做很吃力 因為我已經兩三年沒有做了 運動最主要是要怎麼樣 加強自己的身體啊 所以我這樣做一百下 雖然不標準 我那個手麻就被我做好了 因為我在做的過程中 肩部原始點有沒有做到 有 你說浮力挺身 絕對有做到 那我的軸部原始點有沒有做到 也有啊 所以我整隻手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運動對於身體的 復原特別重要 有時候甚至比按推都還要重要 所以你 我剛剛講的 藥食不如食補 那按推呢 不如運動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這樣 所以運動方式你們可以配合 如果上半身也有問題 下半身也有問題 那就是爬樓爬山 然後配合浮力挺身拉單槓 甚至仰臥起坐 甚至瑜伽拉筋 這些通通可以 那你就選幾樣互相配合均衡的 把全身運動到 好 好